大家好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学习 今天是圣志第一章的第三讲 这一章很长 一共要九讲 非常好的是今天印给我们后面的评论里面 对这一章的评价会让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 非常有帮助的一些一些信息 我们现在想把这一部分先读一下 这一体就指的智慧与爱合在一起的 以某种方式成像于一切受造物上 整部《圣爱与圣志》这本书 尤其是这些列出来的这些章节 介绍的内容可以看出 在主内为一体且作为一体 从他发出的圣爱与圣志 以某种方式成像于受造万物上 这些章节表明 神性存在于受造万物 因为受造物 因为造物主即永恒的主 从自己产生了灵界太阳 并通过这太阳产生了宇宙万物 因此来自主 且主在其中的这太阳 请注意这太阳是从主发出来的 就像放射出来的一样 但主也在这个太阳之中 但是这个太阳本身并不等于主 不但是最初的实体 而且也是唯一实体 万有皆来自他 因为他是唯一实体 所以可知这实体 存在于受造万物 但根据各自公用 而具无限多样性 既然圣爱和圣智在主内 神性之火就是他的爱 与神性之光就是他的智慧 在源于他的太阳里 既然属灵之热与属灵之光 来自那太阳 且这二者构成一体 那么可知 这一体以某种方式 成像于受造万物上 因此 宇宙万物与良善和真理有关 事实上与其结合有关 或同样说 宇宙万物与爱和智慧 及其结合有关 因为良善出于爱 真理出于智慧 爱称其所属的一切为良善 智慧称其所属的一切为真理 下文将看到 受造万物里面 皆存在这些事物的一个结合 很多人承认 有唯一的实体 这实体也被叫做最初实体 万有源头 就像我们经常 我们身边就有朋友就讲 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神 或者是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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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原处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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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万能的 万能的实体 但是我不相信 是你们说说的 这个上帝 有的人就这样 就这样想的 但其性质不为人知 有人认为 它是再简单不够的 就像没有维度的点 就像我们讲 那个大爆炸一样 宇宙大爆炸 就从一个 一个起点 起点是什么呢 没有大小 就小得一塌糊涂 小得简直 没法再小了 那样一个起点 没有维度的点 而维度的形式 就是由 无限多 这样的点 形成的 然而这是源于 空间观念的假象 因为按照这个观念 似乎存在 这样一个 置微物 非常非常微小的 这么一个物体 不过真相却是 事物越简单 纯净 反而越复杂 包含越多 由于这个原因 对物体检查的 越深入 会发现 它里面的成分 越发奇妙 完善 与美丽 因此 最初实体里的一切 是最奇妙 最完善 与最美丽的 这是因为 最初实体来自 灵界太阳 如上所述 这太阳来自主 主在其中 因此 这太阳本身 就是唯一实体 由于这太阳 不在空间中 所以它是 万有中的万有 存在于 受造宇宙的 质大 与质小 是物理 既然这太阳 是最初 且是唯一实体 万有 皆源于它 那么可知 它包含 更多 无限成分 超过我们 在由它 产生的物质里 看到的成分 这里所说的物质 指的是 燕生物 与 最 中 物质 我们无法看到 这些成分的原因 在于 它们是通过 两个层级 是从灵界太阳 降下来的 其完善程度 照着这两种层级 递减 由于这个原因 如上所述 对事物核查的 越深入 就越能发现 它们的奇妙 完善 和美丽 通过刚才所说的内容 可以证实 神性以某种方式 成像于 受造万物上 但在通过层级 下降过程中 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当较低层级 通过关闭较高层级 而从它分离时 神性就变得更加不明显 并被尘世物质堵塞 除非读者阅读 并理解 深爱与圣志一书 有关灵界太阳 层级 以及宇宙创造 等方面的内容 否则这一切 必然显得 悔色不明 这上面这些描述 他们可能会觉得 有点很难懂 关于这个难懂的问题 印在它下来的评书里面 会有非常明确的讲述 对我们来说 是很有用处的 按照圣志 一切受造物 无论整体还是部分 皆应是这样的一体 就是深爱与圣志 都在里面是合在一起的 若未如此 则当如此 如果还没有达到 它就必然才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迟早都会达成这个状态 这意味着受造万物里面 皆应有来自深爱与圣志的某种东西 或也可说 受造万物里面 皆应有良善与真理 即良善与真理的结合 因为良善出于爱 真理出于智慧 如第五节所述 下文我将通篇采用良善与真理 这两个俗语 以取代爱与智慧 采用良善与真理的联姻 以取代爱与智慧的结合 从前条明显可知 在主内是一体 且作为一体 从主发出的圣爱与圣志 以某种方式 成像于他所创造的万物上 先专门说说这一体或结合 即所谓良善与真理的联姻 以该联姻在主里面 主自己里面 因为如前所述 圣爱与圣志 在他里面为一体 二 他来自主 因为从主发出的万物中 圣爱与圣志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从显为太阳的主发出的这两者 圣爱如热 圣志如光 三 诚然这两者被天使作为二元 就是两个好像两个 两个实体一样 二元接受 但是 但在他们里面 被主结合 教会之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就是 这个智慧和良善 要爱和智慧 良善和真理 就要必须是合在一起的 才能够 有效 由于爱与智慧作为一体 从主流入天使和教会之人 也由于这儿者被天使和教会之人接受 所以在圣言中 主被叫做新郎和丈夫 天堂和教会 比较做新娘和妻子 五 因此 至此可以说 当总体的天堂和教会 以及个体的天使和教会之人 达成这样的结合 即达成良善与真理的婚姻时 他们就成为了主的形象和样式 因为良善与真理在主内为一 事实上也就是主 当意志与认知 因而良善与真理合为一体 或者说 当仁爱与信仰合为一体 或者还可以说 当出自圣经的教义 与照着教义的生活合为一体时 爱与智慧才能在读 总体的天堂与教会 以及天使与教会之人内 成为一体 此外 关于这二者如何在人内 及其所属一切里面合为一体 在爱与智慧 这个是圣爱与圣智 这个地方我们有改 应该这个 有的人翻译成爱与智慧 这个实际上就指的 圣爱与圣智这本书 在圣爱与圣智第五章已经说明 在该章第358到432节 还提到了人的创造 尤其是意志与认知和心与肺的对应 好 这一部分就到这儿 我们现在 我看我们就直接转到这个 转到这个 我看啊 这个印的这个瓶数这部分 马琳给我们读吧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刚才那个mute 那个印其实也知道我们 也这个在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所以他在前面讲解了一下 就是说 他有几个这个 一个点啊 一个呢就是 在这本那个 现在我们讲的这本圣智之前吧 史维登堡呢 就也刚刚完成了一本 另一本书叫 圣爱与圣智 这个智是智慧的智 我们现在的智是智理的智 圣爱与圣智这本书呢 讲的是上帝如何创造宇宙 圣智啊 现在我们读的这本书 是上帝如何 关怀他所创造的宇宙 也就是说怎么来治理这个宇宙 在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的圣智这一书呢 前面一些段落 史维登堡所做的 是将这两本书联系起来 并说明这本圣智是如何从那本 那本那个圣爱与圣智延续发展过来的 所以呢 他不断地提到 他在这个圣爱圣智里一书的观点 这个也就是我们 就是很多 就是 东西不是说特别理解的原因之一哈 因为就是 就像一座桥一样 从河这边连到河的另一边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再从 那一边过来嘛 所以就不知道那个水从哪里来的哈 那第二点呢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到目前为止吧 这三周的学习 都是圣爱圣智总结的陈述 并没有给出解释 要找到解释呢 我们必须回到这个 圣爱圣智这本书中去 但呢 现在我们目前先不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耐心一些哈 所以从现在起啊 就是不久以后我们将 我们的学习将会这个具体进展到 关于上帝的天道 就圣智上来 这将会从这个二十七节开始 这个 广斌这个二十七节是指的 那个书里的第二十七节是吧 对 二十七节就是第二章的开始 我们这一章 第一章一直到二十六节 一共分了去 OK 所以呢 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 理解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 就是我说上次我们碰到很多词嘛 就是有什么状态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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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形式啊 形 形式啊 然后还有食 食物 实体啊 什么这些的 啊 现在我们不需要就是说 特别的载意哈 所以说我们以后对这本书的学习 我们会更好的理解 和领悟目前所学习的很多内容 啊 而且呢 请大家记住吧 即使是天使也会发现 要理解其中的一些教导 是一个真正挑战 咱们上次那个旁边也是读到的这点了哈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 坚持不懈的努力呢 是很值得的哈 要理解这个其中的一些教导啊 啊 sorry 多年来在不同的时间 这个印他自己呢 一直有兴趣观察各种多层建筑的准备工作 和打地基的情况 有的在布里斯班 有的在悉尼 有的在阿德莱德 他们都住过这些城市哈 所以对于 有那么多早期的工作要做 地基要挖掘的那么深 要打的那么牢固 这一切的一切呢 他都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要使建筑本身兼顾和安全 那么在前面的26节当中 史维登堡是为了接下来 关于圣志的教导奠定基础 所以只有记住哈 主要26节 那么史维登堡在前26节 就我们的第一节 第一章当中呢 强调的重点和教义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 上帝不仅仅是神圣的爱 绝不仅仅如此 他是圣志 神圣之爱和神圣智慧 这两个的结合 在上帝身上 两者就是神圣之爱和神圣智慧 和二为一 我们无法把它分开了 上帝处于他的无限的爱啊 总是按照他的这个智慧形式 这就意味着吧 神不会仅仅为了爱 而做任何事情 他的爱和智慧是相辅相成的 水灯堡在另一本书中写到 如果仅仅是属于他的爱的话 上帝就会打开天堂的大门 让每个人都进到那里和他在一起 但是那将造成何等的混乱啊 神圣智慧要求人们 是自己的生命符合秩序 在这个世界上 开始走属灵的道路 从而能够在我们的身体死后 进入天堂 我们真正的这个生命进入天堂 上帝从这个神圣之爱出发 会把我们从每一次灾难当中 成就出来 这是出于他神圣的智慧 但出于他神圣的智慧呢 神知道他不能凌驾于 被造万物运行的秩序之上 当一场可怕的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伤心欲绝 但上帝呢不能突然出现 扭转一个也许 就睡着了司机的这个方向盘啊 去避免一个这个交通事故 这样就违反了 整个万物运行的秩序了 就是其实就是 Bible里面讲的这个 讲的很清楚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上帝和这个 他所被造的这个人之间 有很多契约的 这些契约 就是上帝是不违反的 上帝的爱 和这个智慧呢 必然是共同运行的 上帝出于他的神圣之爱 使用神圣智慧创造了宇宙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就可以在周围无数的 被造物当中 看到这种神圣之爱 和智慧的统一 在美丽中 在秩序中 还有在奇妙的平衡 还有奇妙的平衡 在上帝出自爱 经由智慧提供的 不可思议的事物当中 人类以及其他形式的生命 才能够在这里繁荣昌盛 所以如上所述了 这一体以某种方式 成像于受造物之上 就是说 上次我们就是说 这种圣爱和圣智的结合的方式呢 它会就是说成为一种形象 第三页 就是今天讲的这第三页 神性存在于受造万物 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事物都是神性的 因为这个万物呢 并不是所有都在神性 但它确实 就是意味着上帝的爱和智慧 就存在于万物之中 只要我们去看 就会看到它 这就是为什么 对事物核查的越深入 就能够发现它的奇妙 完善和美丽 因为就是说 主造这个事物的时候 就是它的这个 圣爱和圣智 都已经奇妙的结合在一起 从上帝里面 这神圣智爱和神圣智慧的统一 被我们人类和 被的分裂的分裂开来 现实情况就是呢 我们人类中没有一个人是上帝 只爱和神圣智爱和智慧的完美体现 就使徒保罗也写到了 众人都是犯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是 一人说的 他经常听人有人说 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但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确确实实是一个破碎的世界 尤其是现在 因为我们都是破碎的人 不是破碎的人呢 因为我们 里面爱和智慧 不是一体的 而且有的时候远远不是一体的 但主努力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共 是他合为一体 这就是他的呼召 要让我们成为重生的人 这真的是很有意义 就是说这个爱的智慧 把爱和智慧的结合 也就是我们整个人的重生 这当然是个过程了 就是说我们从他不是一体 慢慢慢慢的就是说 能够向这个合为一体的方向去前进 这个去进步 按照圣志 第17页 按照圣志 一切受造物呢 无论整体或者部分 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体 若为如此 则当如此 就是说要没有的话 将来也会变成这样 所以今晚的学习 继续讲述婚姻 或者是合一 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 良善也就是爱 和真理 也就是智慧 这个结合 就是说 这个婚姻的意思 就是跟我们这个家庭的婚姻 这个还不完全一样 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 自己的生命当中 都有这个良善和真理的结合 至此可以说 当总体的天堂和教会 以及个体的天使和教会之人 达成这样的结合 一达成良善与身体的婚联的时候 婚姻的时候 他们就成为了主的形象和样式 或者是 就是对主的形象 我先给那什么 形象和样式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才看到上帝对宇宙的关怀 以及我们对这个 以及对我们关怀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 这样一 这个 就是让你这么一讲下来 我们就 能够看到 就是 怎么样 我们老说 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主 怎么去像耶稣主呢 这点就讲得非常明白了 就是良善和真理的结合 或者是爱和智慧的结合 在上帝眼里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生命在朝向良善和真理的 这个婚姻前进 真理的婚姻前进 就是说 上帝看我们 看我们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 两者结合的这个 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前进 因为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成为他的形象和样式 从我们刚成胎的那一刻起 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计划 我们总是说 这个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 这个圣经也不断的教导我们 所以现在都是不断的 就是说 不见的 对我们来说就明了了 这是他基于我们最大的希望 因为他知道 这种良善与真理的婚姻 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发生时 我们就会更加幸福 现在我们知道了最重要的是 上帝想要什么 他正在努力做什么 一点一点的 我们将更好的理解 圣治这本书的教导 特别是从 第27节开始 也就是从下一章开始 哎呀这个简直是讲的太好了 这简直是画龙点精之饼 对 这精点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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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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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everything together thank you yes before guang and mentally before we talk about any questions well could I ask you to go back to page eleven of your notes of the first notes six years yeah it says here that's it that sun itself is therefore the only substance i would could i just for a minute talk about this word substance yeah yeah then i'm not sure uh you know about the the meaning for china you know in chinese but let me just give an illustration the the teaching we've been looking at is that love and wisdom are only are the only substance from which everything exists it's a bit hard for us to grasp that to hold it in our mind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i'm sure you have sat in a university lecture theater from time to time and in english i don't know what in chinese this is my problem but in english as i've sat in a university lecture hall and so on i remember saying at the end of it well that talk this afternoon had no substance in it whatever or i've listened to an argument in a debate and i've said to myself as i've been listening what he is saying or what she is saying has got absolutely no substance in it now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at it has no truth no reality no expression of of love and wisdom at work that's what i mean and that's generally what we mean when in english we say that argument that statement that lecture just had no substance in it does that mean anything have you got a corresponding word or understanding in chinese lin to what i've just been talking abou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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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n a way that we would translate that something like um no content yes meaningful yeah no meaningful no it's not meaningful it's it's it it's not based on on reality it's not based on on the world as i know it or or as i believe it it to be yeah so not real real content yeah real good that's that's exactly it lynn now what swedenborg is saying is that substance is the real content of life it it's you know when you're saying there's no real content in that you're simply saying when you get down when you drill down to it you're saying there's no there's no capturing he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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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wisdom yeah yea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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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the substance of the universe the substance you know the substance of the universe yeah is is what is real yeah is what is wisdom and and lo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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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lynn thank you i translate 那个刚才因就是因为我今天也就是在跟那个因提出来 就是说上次咱们不是也讨论了 善爱生智实际上是食日食指 是说食物 那个这点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那个因刚才就是讲啊就是说 啊他就解释这个英语的这个词叫substance 就是食物吧 就食指 比如说 你到了大学 到这个讲厅里边 课堂里边 听了一个讲课 听完了以后 你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 就是自己什么都没抓到 这就是说 他没有这个substance 刚才我跟Ein就进一步 在我们中文里边 就是说这个讲这个课 讲这个讲师讲了这段课 他没内容 或者是他没有真正的 实实在在的内容 对于这个真正的 就是real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词也在这个meaning里 在这个意思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听人辩论 有一个人夸夸其谈 在那讲半天 最后你说这个人的讲的 就没有食指内容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 主的这个爱和智慧的结合 实际上是真实的 这个真实的 有真实内容的 这个真实内容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就是你看见一个什么东西 四方的长方的圆的是这样的 但是它是有真实内容的这么一个实体 所以就是他用的在这里用的英文词是那种实体 但实际上就是说世界万物的生成都离不开 就是爱与智慧的结合 那么这个是真正的东西 真正的 真正的就是说能够是产生这些这个被创造的这些东西的 而且这些被创造物呢都有都可以包含出这种元素在里面 所以就是说他就是解释这个英语的这个词 或者我们翻成实物 实际上就是那种真实内容 真实真正的真真实实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讲清楚没有 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词是实体 实体 这个就是说不是讲了一个空话大话 说了半天啥也没具体内容 就是神创造的东西 所以每个里面都是实实在在在这有干祸的 而不是空的 谢谢 谢谢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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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ерик Lin Lin Mes F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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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say that not judging condemning but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recently lynn i let the televisions maybe last week or a week before i was a bit lazy to get up and turn turn it off and or get up and and turn off the tv and there was a few minutes of this program called marriage or married at first sight and i found it so utterly utterly empty no no substance so what i'm what do i mean well there's nothing of god in there there's nothing of god's love and wisdom in there not at all and and once when we start thinking about it like that then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word substance means is the it is the the one reality love and wisdom working together are the one reality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that's right yeah thanks yin um yeah i'm the same yeah i i i know what i understand what exactly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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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it um married uh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married yes yeah um 啊就是这种这种这种这个他都是真真实实的人在那演给他们捐到一个就是一个大房子里或者一个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啊一个地方然后让他们就是怎么样啊什么这些的印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就是看着就是非常的空虚没有真正的内容 他们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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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也没有主的这个爱和智慧在里面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就是啊我们说的是没有那个实体没有实在内容的我不知道就是说谁看这些东西啊但是就是说嗯我自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说他看那个节目就是就是那个 叫什么一见钟情啊那个节目啊就是什么几集都看呀每集都追着看呀什么什么那些的后来我就我就有一天我那个就是一个朋友来正好那电视在九台就放那个节目哎我说谁谁告诉他每集都看我就看了那么一会我就觉得烦死了是没有真是没有那种 then just to could you just open your Bible at the beginning of John's gospel yeah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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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es one to four but it's especially verse three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him and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was made there's love and wisdom would you just read those first four verses in Chinese Lin thanks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就是约翰 约翰福音第一章 前四节 太初有道 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 万有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在他里面有生命 在他里面有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thanks yeah well for me Lin that verse three is a summary of what we've talked we're talking about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God that through his love and wisdom and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was made so that really sums it all up love and wisdom is everywhere in creation and you've only got to swatch the surface and you'll see love and wisdom beautifully on display yeah thanks Lin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yeah now Lin let's leave it open so that anybody can comment or ask some questions very happy to try to answer with your help thanks Lin thank you Lin Lin 就讲 咱们现在大家可以 敞开的 就是 问 你们现在的 自己 自己的问题 这样 就是说 他可以来解答 就是 非常感谢 应啊 他帮我们 因为 他帮我们 这些东西比较 慎智 慎智 慎爱 对我们人来说 又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又要把它理解 成为一个实体 但是通过应的这些 前前后后 把慎智于慎爱 前一本书 和后一本书 这样连贯起来的话 我就突然觉得 哇 这个主的爱 实际上是真实的 是体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 当中 实际上 他讲的就是 实际上就是 现实当中的事情 表现出来的 是要用我们 心灵去体会 感受 这个才叫是实体的东西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Xiaoyi just talked about her sort of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study Yes Before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the combination the combined the love and the wisdom Yes becomes a substance Yes to understand Yes for your explanation the whole creation how how the love and the wisdom is in everything Yes sort of it appears to be more clear good good that's really good the Swedenborg talked in heaven secret heaven secret yes the one thing is inside of wisdom is innocence absolutely and inside of love Lynn is innocence as well inside the love also is innoc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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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ell I think the kindness of patience absolutely I actually think Lynn that God is innocence is I believe he is innocence I believe he is all those qualities you know that I talked about in Philippians chapter 4 all those qualities which we're urged to think about when we think about those qualities we're actually thinking about God do you remember that I'll just turn to do you remember how the apostle Paul urged us to think about these these qualities whatever is good or whatever is noble whatever things are true yeah things are noble yeah things are just whatever things are pure whatever things are lovely whatever things are of good report if there's anything of virtue or if there's anything praiseworthy meditate on these things that's a lovely passage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all of those qualities innocence patience purity all these things they are God they are G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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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我 刚才印就是 讲在 那個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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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 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 可爱的生育好的 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 这些事都是你应当思念的 就是说 在英文里就是说 你总是应该就是想这些事情 而不是想那些很污碎的 很黑暗的这个事情 而印讲的这些都是爱和智慧的性质了 就是whatever is true whatever is normal 就是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尊贵的 公正的 纯洁的 可爱的 因为刚才就是说 我就是有一次看到那个瑞峰的书 他就是讲这个智慧 就是这个圣智 他的在这里边 他是这个innocent innocent就是 其实我们讲小孩子是innocent的 就是他很幼稚 或者是天真的 天真的 对 但实际上这个讲到这个圣智 不是天真 他是就是说 非常这个真的 非常这个 pure pure 真 而且是真正的 那个就authentic 我认为 nothing, and there's certainly nothing of what the apostle Paul said in Philippians, that everything the true, noble, just, pure, lovely and so on. Yes. That's why we find them so empty because God is not there. That's right, yes. Yes. 對,印也是非常同意 這個authentic,authentic這個詞 good word,good word 對,是真正的,就是說地道的 就是非常原本的這樣的 這樣的性質 這樣的描述 Thank you,印 Yeah Well, I think, Lin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which is really very practical and helpful I really do because I do too To love God is to love what is authentic Yeah To love God is to love the things He stands for The patience, the innocence Yeah The truthfulness, the purity If we love those things, we are loving God because God is those things Yeah And so when people say to me, well, how do I love God? Do I go to a church service three times a week? Well, you may do,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re necessarily loving God To love God is to love the qualitie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tonight Mm The qualities which have at their heart God's love and wisdom Yeah Because that is what gives authenticity Yeah To human life and existence Yeah Loving God, I totally agree Loving God is to understand those properties Absolu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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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lso to act on that Oh, absolutely Yes Through we do it and we understand more We get more wisdom Absolu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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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absolutely Absolutely 就是说我们平时 就是说刚才咱们不说的 这是第一道的 他就说过去电视上演的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假的 然后呢 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爱神 我们什么叫爱神呢 怎么去爱呢 爱我们的主 怎么去爱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明白 就是主的这些性质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些性质 真正明白这些性质 而且我们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能够去向着这个方向去做 Another thing in is I think I learned from my work experience Yes Every day I pray God give me wisdom Yes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sometimes because it's very sort of complicated we have five universities Yes and doing research together Yes and I was the leader of the Oh right And one pool of money shared by five universities and everyone everyone wants more money Yes and so if you coordinate this research activity with one pool of money and that goes into different universities sometimes could be very complicated I believe that and so I found that God gave me wisdom when I was in pure spirit that means pure for purity the purity in my heart is really for guiding the work down and be fair and also in peace that means that I don't see this politics and everything I just see everyone have to work together so I don't really take any work as personal is really just look at you know whatever they say I was sort of in peace basically yeah I think that that's where God gave me wisdom absolutely with things God is within every one of us and what you remember he says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he is within us yearning for us to allow him to enter into our everyday responsibilities and decisions and the way we do that is to lay aside our own self-reliance and give it over to the Lord so he in his holy spirit then enters into the responsibility the comments we have to make or are called to make the decisions and the choices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face that day God is there within those things through his holy spirit because we have allowed him through our prayer through our dedication through having made up our minds that that's how we want to live that day he's able to come in inspire and give us things to say just like when he sent out the apostles in Matthew chapter 10 don't worry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in that day it'll be given to you what to say I believe that applies to this very day in which you and I are living that we just it's not that we don't need to give thought research reading and preparation of course we do otherwise what we say will have no substance or authenticity you've got to do all of that but having done it this is why the bible said the wisdom from above first of all pure than loving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nks i translate 刚才 就是说 实际上 就是说 爱和 智慧 实在 我在 想 就是说 到底 爱和 智慧 的结合 和爱和 智慧 它们都是 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 去做呢 因为我 不是刚才 注意到 那个水登堡说的 在这个智慧里面 实际上是那种非常纯正的 真正的那种非常纯洁的 就是那种东西 我就想到 就是在我过去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是蛮 稍微复杂一点了 就是我们当时是一个 合作性的一个研究的 这个项目群 然后我在负责 有五个大学都参加 大家都分一个 就是一个budget 一个poor of money怎么说 就是一个钱 就是比如说政府给了 每年就一个基金 对一个基金 然后呢这五个大学分 所以分起来谁都想多要一点 反正就是有点复杂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天天都在祷告 就是主给我这个智慧 我觉得好像这个智慧 在我的体会 就实际上就是纯粹的 就是爱对方 爱所有人 然后就是这个纯洁 就是说不畏自己 甚至不畏自己的大学 就专门就是专门 就是非常纯正的 要搞好这个项目 然后主就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平静 就不管人家怎么去吵 怎么去嚷嚷 说点什么难听的话 我内心是相当相当平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智慧呢 主给的智慧呢 实际上就是有这些性质的 这时候你做的决定呢 就能够比较比较好 就是我觉得是主的决定 不是我的决定啊 就是说做起来就是运行起来 就是一切都比较和谐 就是这样 好 现在那么到这了 我现在要给Yin说拜拜了 Yin, it's time for you to have a rest Yeah So,你带我们做个祷告 让Yin去休息吧 Shun,你带我们来一下 Praya, please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evening And thank you for encouraging us To have suc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your Yeah Thank you We also And ask you to continue Blessing Our Pastor Ian And particularly After our treatment Today And just Give Him A good Blessing Evening Blessing night For a good sleep And Recovering In In the morning And become Really Cheer up Thank you Father For Everyone Have Such A Desire to learn And This Theory And thank you For Our Brother Guang And Ling And to leading The study We pray in Jesus Wonderful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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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Holy Spirit renew You Tomorrow Morning Holy Spirit Yes New You Tomorrow Morning Of course Not Tomorrow Morning But Tonight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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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renew In the morning Of course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Be part of the meeting I love the meetings And I Send Love You And May God Christ Be with you And even Love More You In Goo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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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都没有声音了 有声音了 我是听见你声音的 方斌 Ling 这下有声音了吗 有了 我说没事的 这种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是是 因为我 慢慢来 然后对啊 我觉得 因为音他就是总是想 所以我就是想 控制他 让他慢慢 工作量 所以说我说 不自己给他 就是通过你 比较了解情况 等他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给他没事的 谢谢啊 非常有 方斌 你的声音很远 方斌 你的声音不对 听不到 我怎么回事 我都能听不见我声音了 你重新退出 所以重新加 我上次也有这个 大家还有什么 就是要讨论的吗 我觉得印的今天讲的 这个太厉害了 太清楚了 他那个印讲的 那个有一个地方 什么叫一个驾驶员睡着了 不能去 让这个能去控制到 这个方向盘 这个我还一定没搞清楚 他那个意思呢 就是说 上帝啊 就是或主 他不会就是随时随地的 就帮你把你的 这个麻烦事都给你搞定 这不是 就是因为他是爱和智慧嘛 他是没有智慧 光是爱的话 他可能会 就像我们就是家长 这个父母 就是教灌自己的孩子一样嘛 对吧 什么都替你都做好 就是说这个主就不 因为他是爱和智慧的结合 他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来帮你 什么时候让你自己去闯 对刚才他讲的最要紧的一点 就是说 上帝拯救我们 他是不会违反自然规律 你就睡着的时候 你睡着了 你自己开车撞了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 他就是拯救我们 他是按照 他任何事情 实际上整一个宇宙 所谓为一体 为什么会一体呢 实际上他都是有次序 有规律的 那就从大体来看是一个整体 实际上你真的研究到分子 真的研究到这个原子 你越研究生 越知道他是有规律的 是这个意思 他打了这个比方 让我理解了很多 谢谢 上帝 谢谢 谢谢小姨 上帝在《创世纪》片里面 其实就是大家会去温习一下 他还听不见我的说话吗 他创造的 被创造的人 王兵还是听不见你讲话 我不敢退出来 我一退出来 这个会就结束了 我不敢退出来 他怕退了以后 我们都那什么了 就行了 你就先上大附近 那就这样吧 我就说 其实《创世纪》片里面 上帝有很多和人的契约 其中就是 他说他的秩序 其实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就是说 他有的 就是说 他是 他说我是你的闹的 我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就是有一条 就是说 他让人来管理这个世界 比如这个海里的鱼 什么 就是说 他和人的契约是 他不会干预我们 就是我们有一个 自主的做 就是做决定的这个权利 我们决定我们爱不爱他 我们决定我们信不信他 那这个事情上 主是不干预的 其实这个 其实好多东西 就说明 我们求神祷告 就是等于说 可以说大部分祷告是 不能实现的了 对不对 那可能 这也是这种原因了 我觉得 你祷告 你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这个都也很重要 但是 有好多东西 神不会 就是说 你说要帮 那就帮你了 你要是怎么的 就跟你怎么的 我觉得好像有点 就是这个有区别 就跟祷告了 你是真心祷告的 就是主是听得见的 但是主也帮你解决了 但是他是按照他的 plan 去做 你能不能理解 你能不能看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这也是个一方面 我想 能不能听见我 一句声音一遍 听不见 旁边你 你写下来 对 写到里面 对 写下来是个好主意 写到财子里边 听不见你说什么 完全同意 要讨论的吗 完全同意 大家还有什么 要讨论的吗 没有 咱们今天先到这里吧 这听不到你说话 也挺难说的 好好好 谢谢 好的 Thank you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 晚安 晚安 那个Sean 那个 我儿子这个星期六结婚 等结婚 好 他的事我们再 在meet 行 我就爱结婚 是 好极了 恭喜了 恭喜了 马琳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我能帮他做点什么吗 太晚了 星期六 我给他当伴郎 太晚了 行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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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굿 拜拜 Thomas